而這次選舉之規模之大是史無前例 我們來看一下九合一選舉的詳情是什麼呢 他的登記日從今天開始的五天 投票日是11月29號 應該要選出的名額竟然高達了11,130人之多 繼續我們來看就是直轄市長要選六位 就是我們知道的六都 那如果說你家裡住在直轄市的話 你可能要選包括有直轄市長 直轄市議員還有里長 你會拿到三張選票 那另外如果不住在這六都的話 還有縣市長縣市議員 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還有村里長 你會拿到五張選票 總共要選出11,130人這麼多 那選舉作業既然規模到這麼大的話 當然輔選的能量就要夠強夠全面了 否則很可能母雞帶小雞之下 如果輸了一個縣市首長 就可能規劃讓人跑掉 那你覺得你到現場去看 你覺得這個兩黨的輔選方式 應該蠻不同的 各自是怎麼樣 對候選人來講 他真的他靠誰啊 靠黨還是靠自己 我覺得大概有兩種形式 你說輸一個縣市首長 是不是就整個旁邊就輸了 其實在比較地方型的選舉 現在的選民大概都會出現分裂投票 他可能縣市首長是支持某一黨的 可是跟我人際關係很近的 或者有地緣關係 有利害關係的一些里長 鄉鎮市長 我就支持五黨籍或支持其他黨的 其實不一定縣市首長跟縣市議員鄉鎮市長 他是同一個政黨的 選民現在都很清楚了 他們會去做一些自動的分裂投票 第二個就是會不會母雞帶小雞 事實上到很多縣市去看 你會發現現在可能是小雞帶母雞 小雞很強 母雞是一隻老母雞 他拖不動 因為很多小雞 他其實已經在地耕耘很久 他都是老議員 老里長的 你根本就是縣市首長要去拜託他 他可能一個人手上 就拿了好幾千票 小雞如果你這隻老母雞拖不動 他根本就 你的選情就很危險 民進黨跟國民黨在這次選情 坦白講黨中央扮演的 都是一個選舉機器的角色 國民黨跟民進黨不太一樣 國民黨他比較像是陸軍 他都是那個埋著頭 然後在地方走走走走 你也看不到他到底 除非你熟悉他的運作方式 不然你不太看得到 他們組織運作方式 民進黨就是那種空軍轟炸 他用議題式的 然後蔡英文到處去授旗去出政 你就看到說陸軍跟空軍 兩邊在交戰當中 可是我覺得 這是執政黨跟在野黨不同 一個是國民黨的傳統的方式 一個民進黨的作戰的方式 現在國民黨是執政黨 民進黨是在野黨 他們其實都各有利弊 對執政黨來講的話 他最大的優勢就是政績 可是他也可能有執政包袱 沒錯 在野黨他就是拋出願景 但是他可能是空炮彈 所以這場空軍跟陸軍 其實黨機器扮演一個 浮選的角色 但是最終的決戰觀點 還是在候選人的特質